各位大家下午好 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传播统计学 台湾水智会 其实在传播统计学里面 我们可以上很多很多的内容 我这边定义的就是说 我们希望把一个新闻报道的数据 我们来去挖掘出来 他到底报道的数据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我介绍了是台湾水智会 其实在水这个部分 我们有自来水 地下水 井水 还有海域 在我们生活附近那个海域的水 因为在远一点的 例如说太平洋上面的水 可能我们就比较不会去做检测 还有水库的水 所以呢 我想因为刚好我们分四组 我做其中的自来水 自来水 认识一下我们的自来水 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分四组 然后一组去报道一种水 那这些都是环保署 它定时会去抽检 这些我们生活相关的水 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些数据呢 放在网络上 那我们呢 就从一个就是新闻传播者 新闻工作者的一个角度 我们来看看如何来去做 做这个数据的挖掘 然后最后呢 我还想要去介绍 所谓的环保新闻 看看人家是怎么报道的 然后看看文字探刊怎么做 这些应该对各位未来 未来的工作都会有很多 很棒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现在就 预计要花三次的时间 先让我们了解 什么叫做大数据分析 然后看创造出水的智慧 那我的范例讲义都会在这个地方 所以等一下可能要请你们 一起跟我去下载自来水 下载自来水的范例 那因为这边不能用我的电脑 所以呢我就等一下 我现在已经正在录影 我尽快明天吧 我就会把今天所有上课内容放上去 因为到时候我要教你们 如何去下载环保署的 水的相关水的资料 然后你就照着做一遍 因为我做的是自来水嘛 对不对 我们在课堂上 你就跟我做一样的内容 到时候回去只换成换资料 换资料 换资料 再做一次 好 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我的LINE WeChat 全部都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等一下呢 可能要请各组派一个代表 因为到时候我要直接用LINE 告诉你们说我的那个影片在什么地方 你们回去就是做作业 做作业的时候 你就照着那个影片内容再做一次就好了 这样可以了解 好 那我们 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在台湾水 水这个部分 就是到底它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一下 台湾河水有没有受到污染 有嘛 各位都知道 那那个水 那个水 我们现在喝的水自来水 其实我们以台南 我们喝的水应该是来自于台南应该有真文水库 水库的水 那所以我们就会想要知道说 河川的污染这么严重 那我们喝的水到底安不安全 好 请你用这样一个想法 这也是期待我们就是开这门课程 希望我们去了解 而且了解这件事情之后 让我们什么 更多的人知道 这就是你们的工作 好 那我们不是随随便便来报道这件事 而是因为我们有这些环保署提供的大数据 然后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把它忠实的报道出来 顺便我们也长一点这相关的智慧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 其实 其实很多人对大数据的定义啊 我不请你们背这些东西 因为我希望你们最后做的一定是一个口头报告跟纸本的报告 而且我期待希望各组你报导完毕之后 我们可以把五个报告整个结合变成一个很棒的台湾水智慧 这样可以理解哦 就是我刚刚说什么自然水 然后地下水 河川水 水库水 海水 的一个情形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看一下大数据 过往我们就是知道说 它就是很大很大的数据 举例来说 以自然水的话 我就可以拿到好多年 很多笔的记录 什么记录 当是检测的记录 还有像例如说 那个自然水的温度 PH值 当然我们更关心的就是 大肠杆菌 含菌素 对不对 大肠杆菌 那个它都提供给你了 反正你也不用去背这些 你只要大概知道 大数据它有很多很多 那接下来其实它有很杂的资料在里面 所谓这个杂式指蓝位很多种 举例来说可能会有文字的资料 日期资料 数值的资料 有相片的资料 甚至还包含声音的资料 影片的资料 这都包含在里面 那相对的 你可能要知道这个快的定义就是说 它要及时模拟出来视觉化的改变 举例来说有点像那个台风动态 它随时随时都在关注它 那个台风眼在什么位置的走法 全部及时的描述出来 还有大数据其实是 我觉得比较接近真实的 因为大数据是一个完整的数据 好 那记住大数据跟统计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统计 统计是不是有一个母体 反正就是 例如说好了 我想调查 全台湾2300万人口的身高 大概情形是什么 是多高 其中我不可能拿2300万的人 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做一个抽样 那因为你做了一个抽样 我们可能只有取其中的一小部分 可能是几百笔的资料 然后呢 我们就会去希望说 这个抽样出来的样本呢 我们要去做统计的分配 要去推论 要去看说 我们要研究的题目是什么 有没有小于什么 P值小于0.05 然后就说他我们要去 无法拒绝虚无假设 或者是我们要推翻这个虚无假设 可是大数据是这样子 大数据 我们这边没有做抽样 大数据没有做抽样 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他做抽样 他不是真正的母体 所以你才要做后面这些事情 可是我们现在拿到的大数据 举例来说好了 这个是 例如说近十年来 那个自来水 水温变化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资料 完整的资料 各位可以理解吗 那当然也许你会拿到近三年 或者是近十年会有那个时间的长短的差别而已 因为毕竟大数据是最近这几年才红起来的 那你们将来 假设在报道新闻的时候 如果是牵涉到一些数据 那你就要去思考 这个数据之前有没有这个数据 那我们现在呢 我给你的资料 这个台湾水的资料 大概都超过十年以上 十年以上 所以相对里面是一堆的资料在里面 所以绝对会很接近 真实 那你要记住一件事 他没有抽样 没有抽样 理论上他就不应该做一些什么检定 可是我们还是要做检定 就是你 因为我们大数据没有任何的理论 来去支撑 没有几率这个理论 所以呢 原则上我们还是会先做一些统计的检定 好 那我们大概了解 大数据他没有抽样这件事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Power BI了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Power BI是什么 那在台湾可以看到 台湾其实很多县市都在做核川诊治 台南市最有名的核川是什么 中文西、二人西 对吧 他们有没有受到污染 我想多多少少一定都有了 那个等一下你看那个 其实我们现在是在比什么 污染多严重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比比看 你觉得台南市的核川污染 比较严重 还是台北市的核川污染比较严重 因为高雄爱河被诊治过了 台南吧 好 等一下我们就会知道这件事 Power BI它就是一个什么 视觉化 资料 视觉化 你就想你现在已经有几十万笔 几百万笔的资料 好 那可是我们不是要告诉别人 说第一笔资料 例如说大肠杆菌的几年几月 大肠杆菌多少 几年几月大肠杆菌多少 不可能告诉他这件事 可是我们就会用什么 用统计图表方式来去告诉他 那统计图表就只能告诉他什么 例如说在这几年间 大肠杆菌的含菌素的比例 有没有上升或下降 这叫趋势变化 这就是用统计图表 可以告诉他的事 而且这种事情才值得让我们知道 你不可能告诉他那个 例如说假设你今天 你去跟人家讨论 讨论事情 你不要告诉他青菜三块钱 萝卜五块钱 你应该告诉他的是什么 告诉他是资讯 最近菜价有在涨 好类似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会更有意义 所以第一个资料 我们要视觉化 就是做这些统计图表 告诉别人趋势 变化 第二 互动式报表 互动式报表是什么意思 互动就是我要跟你们互动的话 比如说第一位同学 对 这样 这样 好 这就叫第一组 后面那位同学 在同事我说 第二组 对吗 第一组 对吗 好 你们两个一组 所以是第二组 然后第三组 第四组 可以吗 然后 等一下看你们要 除了自来水 好 这是我们就要一起做的 然后 接下来呢 你们就一组挑一个 或者是等一下我告诉你们就好了 那我刚刚是不是 我问同学 同学会回答我问题 这就叫互动 在统计图表跟统计图表之间 它可以互动 这就是这套软体很棒的地方 以色列做不到 好 所以我们就要来谈互动式 互动式 所以你记得住吗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我们要画一大堆的统计图表 然后这统计图表可以互相跟互 彼此之间互相谈话 这就叫互动 好 那我们了解 Power BI就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它可以借由这样子的技术 创造 拿商业资料 创造智慧 那相信我现在换一个资料 叫做台湾水的资料 去创造什么 台湾水的智慧 可以理解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什么是Power BI 自己就回家去看 因为等一下我们就要去 用这个软体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怎么下载 不然你回家 你的电脑你就没办法安装 所以假设你今天你要下载Power BI 你就直接输入Power BI下载 你第一个一定会到 微软公司的官方网站 下载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边它有分Desktop Desktop下载在这里 你就直接把它下载就好了 可以吗 就回家自己下载 因为通常下载都不会 都不会有同学遇到任何问题 不用注册 不用注册 或者是 或者是它刚刚在你的桌面上 其实已经 它好像 它好像放 可是这是安装好的 我现在是说那个执行程式 反正 反正你就自己回去下载它 好 就点刚刚那个下载 你就可以下载了 好 下载完毕之后呢 那安装 安装 安装就是快速点两下 那我们这边也都装好了 那我们这边也都装好了 所以我快速点两下 刚刚的安装程式 我们就可以进行软体的安装 安装好之后 在你的桌面上会有一个捷径 或者是在你的 如果是开始 开始 开始这边也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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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它用成了另外一种方式 开始 在所有应用程式这边 然后你去找 Microsoft 要找M 要找M 然后接下来再去找 Microsoft Power BI Desktop 点它 这个图示 不过基本上很少人会点开始 我们就是直接点这两个 这个图示 点两下 Power BI Desktop 所以我现在就要请你们快速点两下 Power BI Desktop 打开它 然后 请注意 这个画面 它是不是要求你登入 你先不要登入 就直接点XX 就可以准备开始使用了 等一下你们都要跟着我 我挑最简单的工具 可是 你不要想看 这一套有核软公司的 它现在是世界BI类软体第一名 BI类软体的第一名 第二名 第二名就是Cabriel 所以建议你们把这个技能好好的学习起来 好 画面就用了 那我们现在 我们这边 他告诉我说 将资料加入您的报表 有看到这句话吗 什么叫将资料加入报表 报表在这边 这叫报告 也是他这边所谓的报表 好 取得资料 有看到吗 你就可以去把 例如说你要描绘自来水的一个检验的资料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透过取得资料把它叫进来 可是可是你要先知道怎么下载 怎么下载 请先我等一下请你们先关到最小话 好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要去下载那个环境资料 所以我们用Chrome浏览器 请问一下在这个地方你要去下载 你知道有多少资料等着各位下载吗 好 我这样说好了 假设你想要对那个交通意外事故来去报道 那一定会有这个大数据等着你下载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下载那个自来水的资料 好 所以呢 我们先去下载这个叫做搜寻环境资料 环境资料 然后这边 这边我们看到环境资源资料库 这个是环保署 各位应该知道gov嘛 government.tw 就是环境资料 环保署的资料 环境资源资料库 然后 然后我们 我现在谈的全部都是水智慧 对不对 可不可以去谈大气智慧 那就再谈什么PM2.5 然后那个我们空气中 像例如说机车排放的废气 这样听得懂吗 我只是希望我们 我们长冬大水光最后我们讲出来那个期末的一个报告是要结合四组的资料 那一定是一个很棒的知识 那所以我就全部都集中在水这边 你看水 水 水里面有分 自来水 河川水 水库水 然后地下水 还有最下面这个海水 可以吗 你点了海项就可以进去找海水 好 我 我现在是不是要找自来水 这样可以了解 自来水 你看自来水有这么多 请找跟水质抽验 检验结果有关系的 请问一下 你要比 你要比大长港巨 那一定是有做水的检验 请问河川水会不会也做这个检验 会 水库水也会 这样了解吗 一定要找检验 我的意思就是说 第一组 我现在就直接分好了 刚刚 自来水是我们上课要一起用的资料 好 所以是大家都要学 那 刚刚这边 有没有人要自愿任养的 我们有河川水 河川水知道吗 我们到时候就来看 那个二人吸的水啊 真文吸的水啊 那个像什么PH值是什么 水温是什么 还有什么 水库水 水库水知道是什么吗 我们喝的水几乎应该源头是来自于水库 像真文水库 海南应该是喝这种 海南应该是喝这种水 还有地下水 现在地下水应该很少人在使用了 可是还是有 还是有 好 那还有一个海水 海水 好 来 请问四组 第一组你要 你要演奏哪一种水 地下水 地下水 有没有什么要演奏 你告诉我你要自己尽尝一下啊 什么叫地下水 那个 那个井水哦 井水有分 那个前井的水 深井的水 可以了解啊 然后如果一个水井 它是有一个突然的 你会进去看到这些东西 地下水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啊 那可能要自己回去 好好把这些水道都散了 因为等一下我会消毒下涨 所以你从 分别把这些资料 可能是要用 一级一级的方式下涨 第二组 你想啊 就满水 嗯 银用水 呃不用 银用水就是自然 银用水它是 那个 那个宝特瓶啊 它 浅变那个 叫做什么 合格不合格 它 遗迹会有抽样 那个武教不需要 像我的水一样 资来水就我们上课 先跳的 好 好会跳嘛 嘿嘿嘿嘿 再跳一软 就是了 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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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们你要 至少要告诉我们说 那个像真魂水库啊 跟例如说什么台北北水水库 或者是桃圆石门水库 还有高雄不是有很多 也有水库吗 到底这些水库的水啊 它状况是什么 这个 你会不会想知道 我觉得 我会想知道 我喝的水到底是怎么样 可是没有人去报告这些很奇怪 好 第三组你们要用穿水 穿水 第四组呢 就只剩海水 海水 这个海水不是太平洋的海水 是河川口 那个地方的海水井面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所以海水的污染 其实你也可以比照 河川水的污染 可以了解 因为我们不是在研究那个海 太平洋 大西洋那上面的水 不是 我们是那个出海口 河川出海口 河川的二人溪 出海口 那个地方的海水 好 那 你看像例如说 我现在点选自来水嘛 是不是有这个自来水 水值抽验 检验结果 然后呢 然后麻烦你们最多 以年为单位 以年为单位 还有统计对象 我们你看哦 当我们选择全国 全国嘛 对不对 去搜寻 搜寻 他就是 就是 2020年的 一月 总计是多少 等一下 所以不要 不要用全国 用县市 你看 新竹是自来水 合格 所以不是这个 我们换自来水 自来水的这个 自来水值抽验 水值哦 这跟他不太一样 好 这个比较好 水值抽验 好 更多 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 2020年 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从1月 好 例如说到2020年的3月 好 搜寻 但是不要台北市 我们选择全部 自来水厂 自来水分区 有这么多区 请你也选全部 然后搜寻 就是时间请你定义好 然后接下来呢 他这边就会有 有2600多笔的资料 光三个月就2600多笔 那我要告诉你哦 你要下载的话 是要从2001 2000年开始 2000年开始 然后到2020年 每季 一季一季的方式下载 有听懂吗 这个不难 这很简单 请问一下 如果说你想写程式设计 我们都用Python 查诚 这样快了解 就算不会写程式 也无所谓 我们就一季一季 这样子抓资料 快了解 好 我现在就先抓一下给你看 2000年 2020年 1月到3月嘛 然后这些资料 这边CSV点一下 你就去下载 他就开始一直跑 一直跑 所以建议你们稍微回去分工一下 因为20年 2000年到2020年 20年 有一年有四季 因为抓资料 抓这么多笔资料 是要花时间的 你放心 只有自来水 是我们上课要教的 我已经都抓好了 所以我也是这样子 慢慢来去抓 但是我抓的方法是用写爬虫程式来去抓了 好 他到现在 他到底好了没有 下载 还没好 我稍微把它改成一个月一个月抓 哇 那这样 抓好了 抓好了 你看 是不是又抓下来 然后抓下来之后呢 要麻烦请你在这个地方 输入2020Q1 就是告诉他说 这是第一季 2020年第一季 因为你还要再去抓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抓4月到4月 因为这样速度会比较快 好 这边 没有资料了 好 那就继续往前抓 2019年 2019年的什么 12月 搜寻 好 12月 全部都是12月的资料 然后去下载 这个速度就会快多了 因为只有一个月 请问你们这样会抓了吗 等一下我要请你们练习哦 这边是2020的12月 对吧 这个 谢谢同学的提醒 2019年的12月 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有用处的哦 这个数字是到时候我要分类的 因为我是不是说我要知道趋势变化 我要知道2019年到2020年之间的变化 这就是我等一下要教你们如何画度 可是你们现在要先练习去抓资料 不然到时候 到时候组长啊 不是等一下会教我赖吗 然后组长派代表来问问题 每一个人都可以问问题哦 只是 只是希望说你们有不懂就一定要问 好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假设你被分配到是什么 你等一下练习不用去练习自来水 因为我都抓好了 这样可以了解哦 你要练习的是抓你自己负责的 例如说第四组负责海水 对不对 就是去到水水里面的海向 海向里面有没有那个什么检验资料 海向海水检验 海水检验跑去哪里了 好 我等一下找一下 你们现在可以听懂吗 例如说水里面 有没有看到那个 你等一下要负责的像河川 河川一定有一个什么 水值监测与指标 你就去点它之后 你要记得哦 你不要一口气直接把那个 就是整年度的都下载下来 例如说这边是不是有长期报表 长期报表 然后不要只有下载一条河 要的是全部的河流 因为全部的河流 河川你就知道说一定是非常非常多资料在里面 所以建议你最多用 即为单位来去下载资料 即像2020年789三个月 而去下载资料 然后点选CSV 这样可以了解吗 换你们动手来去试试看 我找一下那个海水 好了把这些所有视窗通通都关掉了 各位 刚刚我是不是有说过我的范例讲义在这个地方 其中我现在已经把自来水的所有资料都放在这里 可是你要会找 你要会去找 好 这个 这个你们要不要拍一下 拍一下 甚至还可以教我为你的好友 好 那 请注意 这个R是大写 这个T是大写 好 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咯 我给你的是网址嘛 所以你就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在网址这边就请输入 HTTPS 冒号斜线斜线 GOO.GL 斜线 YTZRXT 注意 R是大写 T也是大写 Enter 那这边你有没有看到 2020年11月19号 11月19号 这个传播统计学 台湾水智会 你们可不可以也稍微小小期待 我们最后出来的 有地下水 河川水 海水 那个水库水 然后 这样子 还再加上我们上课做的 自来水 这样是不是就了解了 台湾原来水 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件事 可不可以理解 其实这还是一个蛮不错 蛮有趣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刚说的那个网址 GO.GL 学线 YTZRXT 然后接下来请在这边 去看传播统计学 台湾水智会 然后这边有影片连结 有讲义下载 有范例 讲义 看你们需不需要 到时候我一定会提供出来 范例下载 这里是不是只有一个压缩档 自来水2.zip 所以请点它 请点这个 这个图示 点一下 它就是下载这个意思 记得住吗 那下载好这个档案会在什么地方 好 我们就把所有视窗都关掉 等一下你们也一定要配合 所有视窗都先关掉 但是那个Power BI线被要关掉 我现在呢 我们 我提供给各位的是一个压缩档 这个压缩档Power BI一定读不懂 所以我们要先把它挤压缩出来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 在档案总管 第一件事情 打开档案总管 第二点选下载 这边是会看到一个压缩档 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压缩档 所以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点它 然后解压缩 解压缩 可以吗 好 解压缩全部 然后直接点解压缩 你看一下哦 你这样的话 在你的下载里面 是不是就有一个资料夹叫自来水2 资料夹自来水2 可以吗 我要告诉各位 你看我这边是不是有那个2020年第一季 2019年第四季 2019年第三季 第二季 第一季 有看得出来哦 可以了解哦 它还有很多之前的资料 我都还没有下载 这样了解吗 其实我下载最多是核川水 我还把它算完了 好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自来水应该是大家最想知道的 所以 所以就请你们先做 解压缩这件事就好了 会做解压缩吗 换你们了 做完就可以关掉了 刚刚我的炮憋只是最小化哦 在这里 请问一下 我们这套软体 可不可以把一整个资料夹里面的资料 通通一口气抓进来 可以 以上不行 对吧 这很重要哦 好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做 好 请稍微记一下哦 一常用 二 取得资料 三 是取得上面这也 取得资料分上面跟下面 我点的是上面 好 三 档案 四 资料夹 可以吧 因为我是要取得资料夹嘛 连接 然后接下来请点浏览 我是放在下载里 所以本机的下载 自来写二 自来写二 好 确定 确定 然后请你们稍微知道 这个画面只是在提醒我们说 我们总共有这么多档案 我们总共大概可能会有三四十个档案 因为还有2016年四季2015年四季 我都还没有放进来 对不对 所以到时候可能会有三四十个档案都有可能 好 要点这个 合并 并载入 然后接下来就是让电脑跑 然后这边请注意 这边要请各位注意的是 这个地方如果你看到是乱码 那么你就必须要修改档案原点为UTF-18 如果你没有看到乱码 你就用 就直接按确定就好了 就插在这边 各位知不知道什么叫乱码 就是你看不懂那是什么东西 那就是乱码 点选确定 那你等一下在栏位这边会看到有资料表名称 有栏位名称 这样就算做好了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样就算做好了 这些就是那些栏位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把资料取得进来 可以 咱们慢用 好 不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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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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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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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透过浏览去找到本机的下载自来水2 然后他就帮我抓合并并展入 好这我想也没有问题 然后在做的时候 在做的时候 这边这个栏位很奇怪 这边这个栏位很奇怪 我要的是采样日期 然后清离子 迎离子 然后佛言 然后是否合格 生 我不要这上面这些 好了 那变成我的资料要怎么改 变成我的资料要怎么改这件事情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资料打开给你们看 用以色尔开启 结果他这边变成有多了这些 好我要采样日期完毕之后就接什么 清离子 迎离子 佛言 是否合格 所以这些我都不要 这些我都不要 好我就先关掉了 所以 所以请你们先把Power BI先关掉 我只要动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很重要 请你们知道 这是我现在的第一个档案 2017年Q4 好 请用记事本打开 请把刚刚那个栏位 栏位从化学性 这是采样日期 接下来他是不是要接那个 银离子 对不对 所以 要到哪里都把它删掉 到细菌性 到这个 到这个前面 这两撇的前面 包含所有的豆号 通通要删掉 化学性一直到这个 氢离子 两撇要留着 删掉 就只要动这个档案就好了 他只认第一个档案 就这个档案的标题 好 然后我就 关掉 记得要储存 就这件事情 要请你们做 到时候 他这些栏位 全部都会 对应到 第一个档案的栏位 好 然后接下来 我再做一次给你看 就是打开Power BI 打开Power BI之后 然后接下来 取得资料 这个常用 取得资料 然后点档案底下的资料夹 连接 然后透过浏览 来去找本机的下载 自来水 自来水2 确定 确定 因为刚刚看到太多栏位 怪怪的 这边合并 合并并载入 然后 你一定要选择第一个档案 或者是 这一个 他就是第一个档案 因为我刚刚只有改这个的栏位 把它改成正确 好 然后 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 这是第一个档案 它的栏位 是不是采样日期 接着清离子 可是 第二个档案 它就不是了 这个采样日期 接化学性 好 所以一定要用 这一个档案 因为我刚刚只有改这一个档案 然后确定 大致上是讲这个样子 看一下 这些是自来水2 资料表 这是那些相对的栏位 然后 采样日期完毕是清离子 可是这边都会变空白 完了 那变成 每一个档案都必须要修改了 因为 这一个档案 它就没有读进来 这是2019年的第三季 后面全部都是空白 所以要怎么做好这件事情 那就只好请你们把第二个档案 一样用设讨计划 一样用记事本 叫出来 它这个 从化学性一直到这个地方 全部把它删掉 然后关闭 储存 这个档案也是 这是他给资料的时候 可能没有注意到的 然后 你这边 你只要做重新整理 常用底下的 重新整理 刚刚我修改的是什么 2018年第一季第二季 他这边资料就回来了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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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第一季第二季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有资料了 可以了解吗 这个氢离子合格 这边自来水有效的什么渔气 好 这都是我们在做大数据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你要继续把它做完 就是开启资料 记事本 然后把这个化学性到这个地方分除掉 储存 那我接下来再继续介绍 画面就用一下 其实等一下你也可以稍微去检查一下 但是我必须要先从这个视窗长什么样子 跟你们分享 标题列 功能区 然后这里有三个很重要的小工具 叫做报告 我比较喜欢叫它叫一标板 就是等一下我要画很多统计图表 一个一个统计图表 这个叫像以下的工作表 工作表 各位知不知道 氢离子浓度指数就是PH值 你看到8 你看到8就要想到它是一个弱碱 那如果你看到7以下就要想成是弱酸 请问你觉得喝弱酸水好还是弱碱水好 还是喝PH中和的水比较好 弱碱 有一种叫什么PH9.0 碱性离子水 对不对 大概理解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可是 可是它在这个地方 它明明是一个数字 为什么会跑到左边去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做资料清理 它是数字的 我就要把它编成数字 它是文字 我就要把它编成文字 好 像这一个一定是数字 这一个也一定是数字 为什么 这都是那个量 数量 这个是否合格 那当然就是文字 这个一定是数字 数字 那你会说 这个减号是什么 就是测不出来 或者是你也可以想成是不知道 测不到不就等于不知道吗 好 那 这个像以下 好 就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 点回来这个报表 这边还有筛选 这个叫视觉效果 这个叫栏位 好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很大问题 反正就是标题 然后功能区 功能区 它功能其实也不多 然后这里有三个很重要的小工具 报告 资料 模型 模型就是建立关联 那接下来还有筛选 视觉效果跟栏位 好 我现在要请你们先做一件事 就是资料清理 资料清理 为什么要做资料清理 像例如说大肠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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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 1.常用 2.转换资料 然后麻烦请点选 请问序号是数字吗 不是数字 就是各位的学号 没有人在加1号加2号加3号 没有这种加法 所以这个不是数字 它是文字 可是你不改也无所谓 现式是不是文字 自来水分区文字 这边看得出来ABC就是文字 所以这不用改 请问这个采样日期 左边是不是也有阅历 所以这也不用改 ABC 氯离子浓度指数 请问这个7.4 它就错了 对不对 它应该要改成数字 所以请点选它 然后转换 把这个资料形态变成小数 取代现有 可以吗 这样就对了 请问这个银 有看到银 好 这边是不是看到什么 nd小于什么 对不对 好 应该这么说 它应该是一个数字 它应该是一个数字 但是它会出现这一个 就是代表它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数值 很小很小的数值 好 那我的意思是说 等一下我们再来修改它 我们先把它视为是文字 接下来 这个 这个应该都是数字 但是 看不出来它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先不改它 这个是文字 没问题 这个应该也要改 这些都要改 都要改成数字 但是等一下要特别改 好 我等一下再教你 所以你只要现在先改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它 因为我想先视觉化这件事就好了 这个 p h 清离子浓度指数 请把它改成数值 就好了 然后 接下来呢 请点 常用 关闭定套用 关闭谁呢 关闭这个power query 编辑器 然后套用给power BI 可以吗 请你只要改一项就好了 因为我想先了解 自然水它到底是 弱酸还是弱碱 还是中 p h 7.0 好 关闭 先门先动手做这件事 请问一下哦 我们要开始来画这个 就是台湾自来水这件事了 首先 首先 以我的习惯 呃 我会先 我会先画图的时候用简式 然后把隔线以及贴起隔线打勾 好 然后 然后 那个 呃 就请你先做到这边好了 等一下我们 我觉得应该先下课休息一下 那个 再回来继续上课 来 请你们先用检视 然后先把隔线跟贴起隔线打勾 因为方便等一下 我要画好多好多张图 都一张一张贴起在一起 呃 首先哦 你要先知道研究什么 像 我 假设你先不要看右边一堆的东西 一堆的数值 也是一种负担 可是 至少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看 我们有各线市 然后 自来水分区 还有 酸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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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去值 那我们就 可能会 先来思考一下 我们的自来水啊 到底是弱酸 还是弱减 这件事嘛 好 所以 所以 我们就先来就画一下 呃 你们 在画这张图之前 就可以先来去 猜一猜 那台南市 的自来水 大概是偏弱碱 还是弱酸 那你要有一个标准哦 其实 其实我们的自来水 如果它偏弱碱 其实对我们身体是有比较好的 好 但是啊 最好还是中性水 就是那个 PH7.0 那是最好的 好了 那 你们要不要猜猜猜看 台南的水是偏弱酸 还是弱碱 弱酸 好 等一下我们就会公布 这个答案了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 当然就点这个报告 那 我通常在画图的时候 我会直接让别人知道 我在画什么 所以 我这边 我就会先用 常用 常用 文字方块 文字方块 那一定是很常用的一个小工具 画在这边 我就直接告诉他说 这个是 那个 台湾自来水 自来水 例如说自来水的一些智慧好了 我会把这个字稍微放大一点 毕竟也是要给自己看 然后接下来把它放到字中 然后 我会希望他上下也要在中间 但是他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我就游标放在台的前面 按一下Enter键 他这样就感觉在这个 这个框的中间 那 最好你画出来的东西都有 有边框 所以 这个 这个物件的 视觉效果 只能加 边界 或者是再增加阴影 这样是不是就有边界跟阴影了 我只是 要 请你们养成这个习惯 不然到时候这边一堆图 你就不知道说我到底在画什么 所以先给他 用文字方块加一个边框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这件事 就先加一个边框 像可以加一个那个文字上标题 就像对你们做的就不是自然学 你们到时候要上台报告的 不是自然学 你们教我为你们好友没有 我创造一个群组 需不需要创造一个群组 没有什么问题 要方便在上面问 要不要 好 好了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去做那个 因为这是台湾自来水智慧 所以画面就用一下 所以请问 我们还是以县市来做划分 说不定一个县市 它的自来水场有不止一个以上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先画有多少县市数 空白地方点一下 一空白地方点一下 二请用卡片 卡片 然后三请选择县市 那它只会放什么 前县市个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 其实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那个名称 所以请把这个这个栏位 改成技术相义 技术相义就是我只会去算 不管台北市出现几次 它只会算一次 那技术就不是了 技术就是假设它出现一万次 它就会出现 它就会写成一万 所以是点技术相义 请问这23对不对 不对嘛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再进去去看 县市这里面 为什么会变成23 你们知道台湾县市数额多少 22 知道吗 好 不知道没关系 反正现在要知道这件事 所以我们先用卡片做出这个 台县市数 请问 知不知道怎么做那个顺序 应该记得住吗 好 就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先做一下 我等一下再教格式 请问一下 我这个县市数 县市数应该只有22个 总会有23个 所以我要去看我的资料 常用 你请问 这个地方 你如果说点这个资料 在PowerBI里面的资料 你去看 这个县市 县市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空白 可是你不把它打勾 你把它打勾或不打勾 其实不影响我们的资料呈现 这边这个PowerBI里面的资料 不影响视觉化 那我要讲是说 那个什么地方才会影响我们的视觉化 一定要到常用底下的转换资料 转换资料 你可以点上面这个转换资料 这个叫Power Query编辑器 这就是我们做资料清理的地方 你必须要把这个县市 县市这里面 这个往下的三角形 去看这里面有没有看到空白 你可以再入更多 就会看到空白了 我们先看一看那些空白到底是什么 好所以我先全选关掉 我只勾空白 请问一下这个序号是 如果自来学分区也是空值 这些都是空值 这些都是空值 所以这些是不是都可以把它给删掉 这些不影响我们的分析 所以建议 建议这样子就是 限市 然后在这个地方 载入更多 然后请把这个空白 不要打勾 确定 你这边修改 日后有新的档案进来 它会一起修改 这里要请各位知道一下 就是这边就很像是那个一个 编辑器 就是那个硕模型的那个工具 这个名称很重要 Power Query编辑器 好 然后接下来我就点什么 常用底下关闭并套用 然后刚刚那边修改好 套用给Power BI 这边就会跟着直接修改 是不是变成22了 而且以后你 是不是有可能把2017年的资料放进去 2016年资料放进去 全部这些不用你再动手做了 这样了解吗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去做资料清理 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清理 所以我们有22个县市 都一定要知道这件事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22个县市啊 整个大环境平均自来水的酸碱度是多少 好 画面就用一下 这个没有框对不对 点它 然后再格式边界阴影 这次县市数我想应该大家看应该看得懂 接下来我想要画 自来水的全国自来水的平均 看看我们台湾自来水是弱酸还是弱减 好 点空白地方 一样用卡片 卡片 然后 接下来我就要点什么 清离子浓度 清离子浓度 可是它会把它全部都加起来 因为它这个 这个卡片里面 是不是放了一个清离子浓度 所有的数学 计算 预设都是 加重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看全台湾酸碱 自来水酸碱度的平均值 所以就很简单 你就直接点这边 然后点平均 所以我们看到台湾的那个酸碱 其实是偏弱减的 可以吗 好 然后记得我做完这件事情 我会把它边界阴影的全都打开 这样子的话也比较方便我去再继续画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看一下台湾的那个 平均 酸碱 那个清离子浓 其实就是酸碱 我们这边弱减的 其实我想问你们 光是这一项 你们觉得海水会 会是弱减吗 对不对 是不是到时候就可以来比较了 所以到时候请你们报告 你就可以比台湾海水啊 海水 跟自来水的一个 比较 去看一下 酸碱 我们接下来要做很重要的一个 台湾这几年来的一个 酸碱浓度的改变 因为其实我们 我们更重要的 更需要知道就是 到底是越来越酸 还是越来越碱这件事 好 画面就用一下 请问一下 那我现在我就想要去画 我现在是不是就想要去画 台湾各年间的一个 自来水酸碱的趋势改变 可以吗 我们现在知道说 台湾平均自来水是弱减 但是那趋势呢 趋势 空白地方点一下 第一 空白地方点一下 第二 群组直条图 群组直条图 因为群组直条图 最容易让我们懂 群组直条图里面 请勾选彩样日期 因为彩样日期 它是一个日期嘛 我们 我们 直条图 你是不是就分 X轴跟Y轴 X轴 就是我放棉 我就知道趋势了 那Y轴呢 我当然就是要放刚刚那个平均 PH值 所以就是请勾选 氢离子 所以第四件事情 就勾氢离子 记得一定要把它改成什么 平均 好 这样子看你可能会没有什么感觉 如果我把它改成折现图 你们就很有感觉了 折现图 它是用7.58到7.66之间的变化 可以理解吗 不过我等一下才要告诉你这件事 其实 这四年间 它都是存在一个弱减的情形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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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什么 2017到2019是下降 然后2020 是上升 有看到 好 不过 我只希望你们先做出这张图 因为这张图有很多东西要去 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这张图 这张图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希望你们把它做漂亮一点 什么叫做漂亮一点 先把格式先设定好 例如说 这个 这个 格式 这个格式 就是 这张图的 视觉效果的格式 X轴 X轴 请把 标题文字 这个X轴 2017 2018 2019 2020 这个字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那 通常这个标题我会把它关掉 这个标题 因为 你应该知道2017 2018 2019 2020 就是年 那请问这个呢 我要 放大的是它 好 所以 在这个地方 我先把 我先把 X轴缩小 然后Y轴 Y轴把它做什么 Y轴 请稍微注意一下 它一定是7 就是6到8之间 对吧 它一定是6到8之间 所以你的开始的位置 所以你的开始的位置 不需要从0开始 而且 而且 pH值 最 最酸是多少 pH值有到0吗 pH值是1到14之间 对不对 就算你要开始也应该改成1 对 好了 可是 为了方便我们 我们来去看这张图 所以我把开始改成6 结束改成8 可以吗 好 你这边是不是大概就可以看到 它是有变化的 因为把坐标的一个修改 好 然后接下来我的文字大小是大一点 那我的什么 这个标题啊 就把它关掉吧 可是 我要请你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我们 这边把它关掉 这边把它关掉 无非是希望别人比较清楚的看这张图 因为到时候你可能会有10张图在这个仪表板上面 对吧 所以 我希望 我希望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之所以会留弱酸的区域是说 等一下我要去看各线式酸减的关系 这样我才会看得到弱酸 如果你把开始的轴 直接设定从7以上 7开始 到时候你弱酸就完全看不到了 那我们先把这张图的标题也讲完 标题 标题 这张图是个年 左边 直 直是不是ph值 ph值 然后 你看你要不要 那个 多加什么 变化 随便 然后至少我看到他我就知道说 你画的是个年ph值 所以我们可以大致上 约略可以看到看到这件事 好 那 如果更多年 如果更多年 其实 你真的就可以看到这种 这种趋势 反正 我到时候要告诉你 AI在做什么事情 有听得懂吗 我们现在做这些事都是 会符合机器学习的标准 只先慢慢 我就会告诉你这些事 好 那 请你就先把 请你就先把 这张图先稍微改变 变成这个样子 有看到他微幅这样子 往下降 然后再上升 我接下来我就要写知识了 这是你要报告的内容 这是你要报告的内容 好 我先讲第一点 插入文件方块 我稍微设大一点 方便我去看 第一 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自然衣水 它其实是 其实是什么 由 弱减 往中性 接近 可以吗 好 就是 p h 值 逐渐 逐渐 接近 中 性 水 可以吗 那 2020 资料不足一整年 所以你还不能下这个结论 可是至少 2017 2018 2019 是不是往下降 为了要说这件事情 所以我会做一件事 做什么事呢 点它 这边有一个分析 然后趋势线 加入 你现在也许看到的是 看到是什么 这个 这个 2020 所以它 原则上这三年 它其实是下降的 可以吗 好 那我 我这样子 加一个字 字 2019 年 p h 值是 逐渐 接近 中性水 逐渐 由 逐渐 由 弱减 接近 中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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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渐 接近中性水 若渐 接近中性水 中性水 若渐 顺便你做的时候 我们毕竟初次见面 所以我先不要求你一定要做第二个第三个 可是你们回去的作业就是在写知识 好画面就用一下 这套软体有一个很棒的地方 很棒的功能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是各年 我也描述了 各年它就是2017到2019 是不是逐渐往下 逐渐往下就是慢慢变到PH7 那请问 请问 你有没有发现这上面 这个上面有几个箭头 有往上有往下 对不对 我要先介绍这个工具 这个叫做向下探索 当我点一下 他就把2017年的第一剂加 2018年第一剂加 2019年第一剂加 2020的第一剂 可以吗 所以原来我们 那个 如果说 如果说 以那个自来水 自来水的酸减度来去看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第三剂 它会偏 就是越来越接近酸 越来越接近 TH7.0 对不对 你吃不到第三剂 在台湾来说 是不是温度最高 对吧 为什么酸减 台湾的 那个自来水 酸减 跟温度 它真的跟温度 是有关系的 有听懂吗 好 至少你要先写 第三剂 就是 那个 若减 变中性 是 是 有 季节性 有看到吗 第三剂 最接近 PH7 对了 我刚刚忘记告诉你 其实这边应该 因为视觉化 我们就会加一些辅助线 辅助线 像7.0 重不重要 很重要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什么 接近中性水 对不对 是由若减变到中性水 若减变 中性水 是有季节性 其中以第三剂 最明显 第三剂 最明显 可以吗 好 亲门现在动手来做 这件事 我只点了一个 这个往下 这叫多连续向下探索工具 叫 多 向下探索工具 向下探索知道吗 从年 切换到季 你知道哪一个月 最接近 台湾最热的那一个月 能不能吸引你去了解 环境 因为我知道你们走大船 就是希望说 把一些事实的真相报道出来 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数据 我是看到数据 再去报道 一定就接近事实的真相 请问一下 我们讲完第三剂 那 你觉得 当你在报道新闻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再继续点一下 有看到吗 哪一个月份 最接近 TH7.0 是不是这个 这个月份 叫做9月 可以吗 好 那当然就是3 然后什么 这个 若减变中性 是有季节性的 9月 9月 最明显 那通常 通常 我就会直接加在这边 好 那我要继续 那怎么样 往上 就点一下 你知道 再点一下 就恢复到年了 好 除了 除了这件事情以外 我还想要前门看 刚刚是看什么 季节性 对不对 季节性知道吗 例如说卖冰 你觉得 那个卖冰 它是不是有淡季 不对 台南应该卖冰 不会有淡季跟旺季 这一年四季 应该都蛮适合的 可是你要在台北的话 冬天就不太适合卖冰 好 可是 可是像我们刚刚 这个酸减 原来也有周期性 那 原来也有季节性 好 接下来我想要给你看 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就是 连续 连续 不是多了 是连续 这是2017年的第四季 然后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三季 达到最低 然后第四季上升 然后第一季 持平 然后第二季下降 第三季下降 你有没有发现 它好像一波 一波 一波 有看到吗 有没有一波 一波 一波 这个叫什么 这不是季节性 这叫周期性 周期性多长 一年 就是一年之后卷土重来 那我们人能不能去克服它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不行克服它 可以吗 不然为什么每一年自然水一场 提供给我们的自然水 为什么会有这种周期性 你觉得值不值得我们来研究 值得吧 我希望其实 其实我们要看资料要看到这么细 所以这个叫什么性 周期性 可以吗 对不起 周应该是没有错 周期性 好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季 这是看月 有看到一波 所以一波就是 有最低到最高 再到最低 这就是一波 而且呢 请问它一个周期性多长 12个月 可以吗 好 就是 就是这句话 若减便中性水 的周期性 12个月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点回来 点回来 是不是又恢复到 就是一年 可以吗 好 去门动手 先坐到这边 好 接下来要公布 现实 刚刚我们知道这个时间 对研检有影响 请问一下 各位看得出来吗 互动式报表 就是 我点第一个 2017年 是不是7.63 2018年 7.61 2019年 7.58 他这个数值会一直变 好了 我现在 我要 我要 去 画 不是各 年了 是各限式 各限式 最酸 或是最减 的 程式 好 我们来去把它画出来 然后看看7.0的 是哪一个限式 好 首先 首先 空白地方点一下 第二 一样 先画群组指条图 这是最容易懂的一张图 二 三 限式 限式 22个限式 是一样 PH值 就是那个氢离子 氢离子跟浓度 记得 不可以用 不可以用 种植 你看 台南是最高 但是全部把它加起来 说不定什么 它的那个 观测站 或者是检测的次数最多 检测次数 次数多 那个 不 不代表说 那个 它的PH值 就应该最多 所以记得一定 第四个动作完毕之后 一定要把这个值改成平均 我们来看 第一名是谁 就是 最偏弱减的是 加1 而且它已经达到8 好 那我们 通常最关心的 就是最后那个限式 就是 就是那个 呃 天若酸的 金门线 但是它已经很接近7了 有看到吗 好 那倒数第二 就是最接近 7.0的是 是 在本岛哦 是台北市 可以吗 最接近 中性水的是 台北市 然后 然后 然后台南在哪里 台南在 台南在这里 点一下它 其实台南这样子表现就不好了 它是 它是高 不对哦 弱减比较好嘛 对不对 弱减比较好 台南在 就是第四个减的 请问你觉得你喝的自来水 希望是接近7.0还是接近8.0 我只在问你这件事 这样了解吗 还是你觉得随便 不可以随便 你必须要站在一个新闻从业人员的角度 你要把那个真相报道出来 好了 我只是说 想要请你们知道这件事台南在这里 做是不是很简单 好 请你要继续写了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 各线是TH锋度 因为时间关系 可能我最后要教你储存 来请赶快做 加益 加益 台南蛮接近的 加益 清竹 清竹也偏弱减 花莲水池本来就比较好 偏弱减 那代表台南的水池 至少在这边应该还好 好了吗 好吗 好 彰化 你看彰化 彰化水是不是往下 2017到2020 它其实趋势线是往下的 就是越来越偏弱酸 假设你们 就是往中庆水那边 偏过去 第五名彰化线 好 请问有没有问题 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形式之下 会一直往右边 前进 我们要画很多张图 可以了解吗 然后 请你们回去 好好的写 那个重点 你们要关心的是什么 第一名 最后一名 还有什么 台南市 好 来画面就用一下 我最后要教你存档 麻烦请点档案 并存清档 并存清档 我会把它存放在什么地方 原则上我当时放在我自己的随身碟 随身碟 然后今天的课程 然后今天我们做的是自然水 自然水 然后加今天日期 可以吗 然后存档 那你下次你就可以直接就是再打开这个档就好了 不用先开Power BI了 因为你不用再贿入资料 这样可以了解吗 请你们回去的时候把这边知识号的去找 至少再找两个 就是有五个知识 可是不是自来水 是你们的那个作业 你们要做的那个报告 比如说海水报告 河水报告 那个第一组是做什么 地下水的那个报告 第二组呢 水库水是不是 好 那你们 那你们把它存档 然后就可以关